Hello 大家好,我是Incent! 對於現在呢,我們人就在台灣 然後現在我們人就在 孟甲,Bangka 剛好我們就經過一間廟宇嘛 然後就想說,拿相機出來拍 這間廟宇就叫 地藏王廟 Bangka 然後這裡就一個板 就是他們這邊的一些故事 歷史這樣 然後這也是我們來到台灣呢 第一間進去的廟 那等一下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然後在旁邊呢,還有一個就是 Bangka 大眾爺廟 我們先進去看一下 其實可以看到喔 台灣的廟宇啊 跟馬來西亞的很不同 哇 還有兩尊 這兩尊應該就是謝范將軍吧 大二伯爺 他們台灣是叫做爸爺跟七爺 喜歡這邊有的問世嗎 以前有那個Dangki 他現在沒有 明白 這個跟隔壁的地藏王廟是一起的嗎 對 他一起的 但是我們這邊分開管理 喔,這個是音店 那邊是主店 對 明白,謝謝 謝謝 哇 阿姨啊,不好意思 中間這尊是 這個主神是大眾爺 大眾爺 然後這個是開機組 喔 然後這三尊是正店的 我都沒聽過 好神奇 因為大眾爺他就是在 就是在排解我們 人與人之間的一些疑難雜事 明白 然後像現在有那個官司啊 但是現在的人 就比較文明一點了 就是說 像有的人生病啊 不曉得是什麼原因啊 得到什麼病啊 然後就是說 查不出原因 然後他會來祈求大眾爺 幫忙他查看看 看是什麼東西 還是有什麼阻礙 他要去治療 借助大眾爺的那個威神 威靈顯赫這樣 庇佑他說就是平安的 讓貴人相助啦 然後生病的貴人就是醫生 他把他檢查更詳細 然後就是對症下藥這樣 喔明白 蠻有效喔 像現在不是癌症很多嗎 嗯 啊有的人會怕 對 啊然後不敢 就是要去接受治療 有的會緊張啊 他還是都會來求大眾 我們說 默默地庇佑他 讓他勇敢地去接受這樣治療 喔 好玄好玄 對 就 明明之中 他就會幫你化解掉 然後就是說有病 就是要看醫生 啊然後廟宇的神火 是我們心靈的寄託 嗯 一個人如果是遇到事情的話 有心靈寄託 你就會比較有自信 他比較會勇敢地去面對事情 明白 謝謝謝謝阿姨 你到哪邊一樣都一樣 拜火拜道教的都一樣 對 宗教都一樣 宗教不會叫人家去做壞事 對對這個我贊同 太棒了 謝謝我繼續拍拍 然後這位是文判官 好特別喔 好特別喔 然後再看另一策 喔 武判官 所以就是可以理解呢 這一尊就是武的 然後那一尊就是文的 然後中間這尊呢 就是主要的 主的 下面呢就是還有虎爺 哇 黑虎將軍 好漂亮喔 而且他的每一尊喔 都有皮那個虎爺 太帥了 OK 現在呢我們就去煮店的部分 好漂亮喔 兩萬物方德 島故萬名 四真經 佛道 普化眾生 哇好漂亮喔 這裡還有壁畫 羅漢圖 我大概給他一個訊息喔 我給他一個訊息了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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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他一個訊息了喔 因為現在Google search到的東西喔 是那本來的18址嗎 其實有換了的 只是我們現在的人不懂 其實現在上面的訊息啦 可能我們來這邊的目的就是傳達一些 可能Google search不到的訊息 其實很多都是有換有信喔 只是Google search不到這些訊息 你看 這邊九尊 那邊九尊 這邊叫做 強龍羅漢 那邊叫做 虎虎羅漢 對 都帶頭的 這尊是穆蓮 這尊是穆蓮 長梅尊者 梁武帝 這是達摩 虎虎羅漢 是這樣 可能這些訊息 我還在嘗試的摸索著 如果以佛教來講 就是有18羅漢 對 道教是那個 如果是以那個 行天上帝 跟保證大帝 就是三十六天鋼 三十六天鋼 後面下來就是 七十二地上 因為地上王菩薩 它是轉九世 嗯 這九世有跨男 轉身為男的 女的 暮光女 包括那個 慕蓮也是一樣 它再來轉世的 地上王菩薩再來轉世 可以講說 地上王菩薩的轉世 其中一尊是慕蓮菩薩 對對對 明白 所以這尊呢 就是 地上王 好莊嚴喔 好莊嚴喔 然後這一尊也是 霸爺 然後那一尊呢 就是替爺啦 然後在這邊就是 城隍爺 還有關聖帝君 哇好漂亮喔真的 哇好漂亮喔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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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拿到兩個了 欸 沒關係 喔 緣分 緣分 謝謝 謝謝師兄 感恩師兄 這個是永保安康 嗯 背面是秀我們 蒙甲地上王廟的字號 謝謝師兄 對 你們哪裡來的 馬來西亞 好麻糬喔 嗯 哇 胡爺 好可愛 玄天上帝跟天都元帥 這陣天都元帥 它很久了 它一百多年了 哇 一百多年了 好像都是安排好的 因為之前 我拍了一支 大不公的一個 那個 滅澳的東西 然後很多人都在下面留言說 就是講不要騙人啦 斯巴羅哈是沒有達摩羅哈的 沒有 因為他們還卡在 Google的那個 啊對 所以是有的 因為 過後還有很多很多的發展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些訊息 就你們看Google 你們去Google check 可能你們對 可是我們就是要去找更多 對 我們要去挖掘 在Google可以知道的認知 是比較表面的 我們是想要 Google也是人寫的 嗯 Google也是人寫 因為這些都是我已經知道的訊息 只是我要找答案給你們知道 你們都不 沒有啦 信就我 不信就 當作聽故事咯 所以也非常感恩 有這樣的緣分 知道這樣的故事 是我們沒有想說要強迫 就是想說我們講的東西是對的 就是你們一定要信 對 就是我們想要分享的 比較深層的知識 可能現在的一個上面的訊息這樣 因為我們都是屬於來傳達這些訊息 因為我老闆可以講 每一天都有告訴我一些訊息 然後我有時候我覺得太難了 很多人都不相信我 那我就暫時不去提這些事情 然後他就會安排一些真相 讓我知道去傳達這樣 所以這就是一個今天來這邊的目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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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都是屬於他們安排的 就是他們安排 然後可能就是給我們一些靈感 然後就變成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這樣的劇本這樣 其實這個劇本呢 我只能講嘛 是本來就存在 它是屬於 不是我們好像要做假的這種劇本 不是 而是屬於一個阿卡西紀錄的這樣的劇本 我覺得有緣我們再去細聊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來到台灣呢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進來拍的廟 收穫非常非常的多 哇 漂亮耶 哇 欸 剛才師兄又給我們多一個 副身符 你看多好多有多多幸運 9999春金的 春金的 對 給你來接人 有緣喔 它是春金來的 蛤 今天得到很多訊息 然後今天呢 可能就是要讓我更加的去有自信 然後安排來喔 我來這間這個地方這樣 ok 也非常感恩我這樣的緣分 剛才呢 那個師兄也是很奇怪 他就給 這是一拿 欸 這麼我的兩個 啊 就是全部人都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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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唯獨呢 就給我們三分 就是給他兩分給我一分 然後過後我們才明白 原來一分呢 是給妹妹的 嗯 因為妹妹有跟我們來台灣 其實她靈魂都在 只是我們沒有帶她精神出來過 怕嚇傲人 對 好神奇啊 ok 所以今天的這個 帶地藏王廟宇呢 也非常的圓滿結束 然後就是 有太多的答案要我去找 第一間廟宇呢 就可以我知道 那麼多的訊息 與答案 所以第一集的這個廟宇呢 台灣廟宇呢 就該段落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那就訂閱、讚、訂閱、按讚、按讚 如果不喜歡的話呢 那我再想辦法吧 ok 就這樣 掰掰 你看這個廟宇有一個很特別的靈異故事 就是這隻貓呢 就像這地藏王燦灰 哇 就是這隻貓 喵喵 喵喵 喵喵